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军情时间到 这个月的23到27号 第16届兰卡威国际海事核航空展 在马来西亚旅游圣地兰卡威举行 今天是展会的最后一天 兰卡威国际海空展 是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武器装备展之一 今年参展的中国军工企业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产品 多国飞行表演队同台现役 展示出怎样的迥异风格呢 刚刚换装的歼10C的八一飞行表演队 有哪些亮眼的表现呢 就有相关问题 我们请到了军事专家王明亮 来进行分析解读 王先生你好 欢迎收看阳博士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本次兰卡威国际海空展的情况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在航展上表现出来的话 动作是非常干脆利落的 就是进入准备的时间都非常短 一气呵成 说明咱们这个训练相当的到位 那么这次改装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为什么用它来改呢 从我们理解来看呢 因为殲-10C这个目前是我们殲-10系列中的 逐渐成为一个主战机型 就是原来的这个A型 可能就逐渐让位于这个殲-10C 那么殲-10C显然在它的航电 在它的系动性能的发动机 广场化这些方面都比原来的殲-10A 是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的 不管是作为一个战斗的利器 还是表演的一个平台 一张名片的话 它很多方面显然更符合 我们现在这么一种 机型升级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 因为主战飞机 用主战飞机和表演机保持一致 它有利于保持咱们飞行员的战斗状态 有利于我们的一系列的维护 这个后勤啊装备啊 一些的器材 一系列的维护 它能保持一个同步的趋势 这是不论是对表演 还是对作战来说 都是非常有利的 那网友看到这个换装殲-10C之后 也在进一步设想 未来会不会用殲-20进行表演呢 那殲-20飞机呢 从理论上讲 这个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我们的殲-20飞机呢 其实在珠海航展上 珠海航展上已经多次亮相 也做了一些高机动的动作 也是引起了国内国外的广泛的关注 如果各个方面条件具备 我想今后为殲-20设计出 更多的表演动作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呢 四代机或者叫五代机 它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 让你看不见它 这个就是它天生这个属性啊 跟飞行表演是有一定的冲突的 所以说到底它用不用它 作为一个表演队 或者作为一个表演技 这个恐怕还要根据 各方面的考量 综合权衡吧 好 那下一个问题 关于飞行员的 我们知道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 都是这个万里条一的 那他们平时 除了这个特技飞行的 这个训练之外 还会不会进行 这个战斗技术的这个训练呢 他们一定会进行这个方面训练 首先就是我们表演队的飞行员 它都是从空军战斗 战斗部队的优秀飞行员挑出来的 本身在技术战术数量方面就高人一筹 这个基础底着他们是非常非常老的 另外他们今后也有可能还要回到战斗部队去 继续担任战斗机的飞行员 是值班飞行员 就随行战斗任务 所以说他继续保持一定的技术战斗训练 这个是必须的 另外我们的表演队很明确的定位是战斗队 虽然说我形式叫表演队 其实我是一支战斗队也就是说 我随时可以驾驹去作战 是按照这个定位来的 我想这个定位其实正是体现了我们人民军队 这种战斗力的这么为核心的这么一种定位吧 另外最很重要一点就是 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些动作 它都是有战术价值的 急转弯上升啊 斜斜半扣下来 这个都是在空中战位 发现战位攻击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些战术动作 本身它就是从空战动作上来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 同样时刻准备着随时可以加入战斗 好那下面再来看看参加本次 兰卡威海空展的其他飞行表演队 他们也带来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除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外 俄罗斯空军勇士飞行表演队 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 印尼空军的木星飞行表演队 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 也在今年的兰卡威海空展亮相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这是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第一次受邀参加国外防务展 由于到达时间较晚 俄罗斯勇士没有时间像其他表演队那样 进行适应性训练 但23号开幕当天 六架战机依然准时升空进行飞行表演 飞行动作毫不缩水 俄罗斯勇士原本是世界飞行技术 最为顶尖的飞行表演队之一 如今换装了全部采用矢量推力技术的 苏35S和苏30SM后 表现更让人震撼 阿联酋空军的骑士特级飞行表演队 成立于2011年 被阿联酋人称为国宝级飞行表演队 使用机型为意大利制造的MB339A教练机 本次海空展上 骑士特级飞行表演队 以7级编队表演了惊险的飞行动作 万天飞舞的四色彩烟 也是他们的标志性看点 王先生 参加本次兰卡威国际海空展 也是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的苏35 首次到国外来进行表演 也是备受关注 但是有很多媒体注意到 这次苏35是用了三天的时间 多次驚停才从本土飞到了兰卡威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这个战斗机的航程的原因吗 其实从苏35这个飞机来说 它是个大航程的飞机 它的转场航程能够达到3000公里左右 3000千米左右 如果按照这个距离的话 如果从它的本土 当然了看了本土从哪个位置出发 如果是从远东的基地出发的话 不管是走路上还是海上的航线 可能还需要吃点力 必须至少今天一次 当然它要去扛 作战条件下 它只要去硬扛 没问题 但我既然是航空表演 我们还是尽量以安全系数为高 这样一种状态更好 王先生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咱们的八一飞行表演队 还有俄罗斯的勇士飞行表演队 用的都是现役的战斗机 但是阿联酋的骑士 还有印尼的木星飞行表演队 用的都是教练机 那这表演队 他们在选择所驾驶的飞机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其实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 都开始组建了表演队 什么沙特这些发展的国家 什么欧洲的 法国和英国 这个早就有了 使用现役主战战斗机的 就是三个大国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那些就包括英法这样的 我们说是二级强国 再加上发展的国家 普遍用的是教练机 这个原因呢 我想其实就是一个国家 这个空军的底数问题 你的底盘有多大 组建标演队呢 通常20架以内的飞机 那我这里抽出20架飞机来说 对整个战斗的影响不会很大 但是你想想这些国家 它整个体量就不够大 基座它就不够大 可能装个几十架 三代机它就不错了 你再弄个20架出来当表演机 那不可能 当然教练机和主战飞机 它各做表演机的话 各有各的优势 教练机也有教练机的优势 它速度相对要慢一些 操控性更好一些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 教练机的表演 通常它的密度 它接近的距离 或者说主战的大阵容 这个阵容的数量 它可能会比战斗机会更多一些 这个我们从我们的红衣 就是能够看得出来 它是九机的 我们可以做九机 但是现在主战飞机 做这个表演机的 好像还没有超过 没打到过九机的 那运营一支飞行表演队 然后还让它去海外参加表演 可能要耗费大量的资金 那一个国家 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 其实我们说飞行表演 是一个国家 特别是大国的一个 我们有人说是名片 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 它是一个窗口 也是一种礼仪 一个就是它促进 我们跟相关国家之间的 一种空天领域的一种合作 增加互信 有助于维护整个世界 空天安全形势的 这么一种稳定 另外呢就是 展示一个国家 空军武器装备 国防工业的实力 我拿出了飞机的性能 摆在那儿 给它这种直观的印象 第三就是展示我们 飞行员 高潮的飞行记忆 以及它的精神面貌 那么从这次兰卡威来讲 我觉得它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其实就是它 其实这个兰卡威 它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它反映出就是 发展中国家 一些我们传统所谓的 不太发达的国家 他们的航空工业 正在呈现一个向上走的 挺强的一个势头 那么在这么一个舞台上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除了展示出良好的军队形象之外 在这次兰卡威海空展上 中国军工企业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好产品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 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防务展之一 由来自中国 美国 法国 阿联酋 等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企业参展 展品范围 从军用战机 舰艇 到民用雷达通讯系统 其活涵盖了海事其航空的所有领域 展会期间 主办方还面向公众开放海事船舶展 空中装备展 飞行表演等活动 参观人数达到20万 我国海军战江舰也应邀参加了 此次海空展的越舰式 海军工程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 并组织了舰艇开放日活动 此次参展的中国军工企业 主要有四家 分别是中国船舶 中国电科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和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他们针对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 展出了针对性很强的主打产品 中国船舶除了传统的导弹护卫舰和常规潜艇外 此次主要力推的 当属出口型052D导弹驱逐舰 和726型气点登陆艇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展出的产品 同样针对性很强 其中重点推销的S25 国快化火箭炮 就展出了集装箱版本 S25是继海马斯之后 世界第二种 采用自装填系统的 轻型高机动火箭炮 此外 S25适配的弹种 备弹量 自动化程度等方面 都很令人瞩目 王先生 在这次兰卡维国际海空展上 我国的军工企业主推的一个产品 就是052D型导弹驱逐舰 那这款出口型 它有什么特点呢 052D 它的特点就是 相控的内达 是指挥自动化系统 通用垂发系统 就是它那个垂发系统 各种弹都能装 另外就是先进的反潜系统 还有机缘的直升机 它配的很齐 这个水平在世界上 是排在前列的 那么出口型呢 可能要更多的适应 相关国家海上防卫的需要 它可能会在一些行列 它这个电子系统 火力配系上 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基本性呢 应该是跟我们自己装备的 总体差不多 总体差不多 那有网友有疑问 这个出口052D 会不会也出口配套的 相关的导弹 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什么信号 这个应该是 弹肯定是要跟那个平台要配套的 要不然光买一个壳 没有弹了 肯定不行 但是我刚才说了 这个弹呢 一定会根据这个国家 它自身的防卫需要 它自身的防卫需要 你像052D 它本身配的弹 舰红导弹有中近层的 有远程的 另外有反舰导弹 反舰导弹也有多种型号 还有反潜的导弹 还有鱼雷 一个现代驱逐舰标配的几种武器系统 我们这几型弹 性能都是不错的 而且射程也是很远的 但是呢 像如果说我们在一些发展 发展中国家购买这些舰艇的话 一般而言 通常它对远程打击的需求 不会那么的枉 它们主要是进行 近岸的防御 防御性很强的这些弹 我想只要人家需要 符合相关的条件 那是没问题的 另外这次参展的 还有这个S25火箭炮 那这款火箭炮也是去年中国航站 非常受到关注的这个产品 详细的情况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前些年阿尔及利亚的国庆 独立日阅兵中已经出现 我们已经销售到哪去了 不光是阿尔及利亚 听说还好几个国家都已经买了 这个炮呢 现在有的人把它比作是中国版的海马斯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 不对 它确实有很多设计 理念是跟海马斯是相近的 比如说模块化的设置 所谓模块化 它发射装置 装的那个弹 它是个整体像集装箱一样 我这一波发完以后 它自带着那个挂架 然后它会把原来那个壳退出来 然后第二个箱装上去再装 它是完全自制这种状态 换弹就很快了 换弹非常快 就是模块化的设置 快速装填 以及机动 高机动 另外更重要的是先进的火控 通信 微信定位 计算机火控 分配目标 这个它都具备 这是这点设计理念 和我们已经实现的东西 跟海马斯确实很像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 不能说到海马斯呢 我们这个炮的设计理念 应该说比海马斯更先进 它是解决了一个 面积压制和精确打击的这个关系 因为传统火箭炮就是面积压制 一顿炮过去 管它打不打就准 反正那一片子给它盖住 海马斯强调是精确 所以它那个弹都给它戴上的精确制导 制导的系统 那么我们这个呢 一个车上我可能一个是120的箱 一个是20的箱 这边可能主要打精 那个可能是打面 我甚至可以说 我这一次 我都是120的箱 面积压制 下一把都是精确打击 所以它这种精和面的转换 和在一场战斗中 我同时实现 它是可以做的 另外我了解 好像还可以装这个巡飞弹是吧 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炮的一个定位 我们说它作为一个火箭炮 它是三种弹性 但是它这个发射架 可以装反舰弹 可以装战术导弹 还可以装巡飞弹 所以真是一体多用 这个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要节省国防开支 用买几门这个炮 解决很多问题 那关于这次兰卡威海空展的话题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下面来看本周网友们提出了哪些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美国空军宣布正式开始六代机竞标 所谓六代机项目并非传统的有人作战飞机 而是有人驾驶飞机和无人辽机的组合 美国空军计划明年选出获胜方 并售出工程发展合同 定型后将采购200架 并在2030年前开始列装 那对此有网友提问 六代机的标准是什么 那么关于下一代战斗机的这个标准 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定论 只是相关一些国家 在研究中提了一些理念 我们国家俄罗斯的专家也都研究过 现在我们归纳一下 未来一代战斗机 可能更强调一个就是它的高性能发动机 可能我们叫变循环发动机 变循环发动机的推力 你像现在发动机最大 就是战斗机的这种大推力发动机 最大可能18吨 未来可能达到25吨 单台 那么它的速度可能能达到三倍因素 这是一种想 一种愿景吧 还是一种愿景 第二就是 无人辽机的匹配 它一定要配这个小的无人辽机 包括这是兰卡威 韩国展身模型它就配了 第三个可能装激光武器 第四个 它自身可能是有人无人 双模操作 它可能把人撤下来做一个无人机用 也可能有人 飞行员再上去 来操控它使用 它可能是双模操作 反正这几种 都是现在看的比较多的 对未来战斗机的一种期许 或者愿景 当然是不是完全能实现 这个我个人的感觉 可能在中间取一部分 全部实现可能还是有难度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23号称 包括波兰在内的多个国家 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操作F16战机 不过波兰方面同一天表示 尚未开始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培训 但已准备就绪 对此有网友提问 让乌克兰飞行员学会开F16 需要多长时间 一般来说 常规的话可能是半年左右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改装 就是从这一型飞机到那一型飞机 基础训练它不用管 它就是一个改装训练 因为他们原来飞的都是苏式飞机 俄式飞机 苏272 一个295都是这样的 跟美制的肯定是有很大区别 所以说美国人其实 他早就开始做这个测试工作了 他就他也在算这个 其实训练这帮人物 需要多长时间 因为他们已经招了一些乌克兰飞行员 这个飞模拟机 各种对他们进行测试 就看它底子怎么样 预估把它训成一个合格的F16驾驶员 需要多长时间 他们提出了一个数字四个月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谋旅 组织特战女兵 进行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散降实跳 女兵们搭载持生机 从800米高空纵深跃下 躲躲散花在空中绽放 对此有网友提问 首次跳伞要选择800米 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其实800米这是我们空降兵 跳伞的一个通用的和常用的一个高度标准 当然根据训练或者作战的需要 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更超低空的 高空的或者辅达气象条件下都会有 但是基本都是这个 为什么定这个标准呢 它是综合考虑高和低的各自的利率 高于这个标准 越高的话气温越低越缺氧 那个对跳伞人员伤害很大 另外就是在高处往下跳 下面的落点就没跑了 就没准了 它就落的散 散步面积非常非常大 另外容易它暴露时间长 容易遭到地面火力的杀伤 过低的话 跳伞的开伞的时间来不及 这个对人是一种心理上很大的一种压力 所以说综合考虑的通常就定一个800颗标准 这么多人来看 这个标准基本上还是适用的 那所以以后闪聚的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会不会再往下再低一点 也是存在这种可能 好 谢谢王先生的解答 那想要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 您还可以打开央视新闻 央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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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声 感谢观看